好了,我跟大家做開箱了 這次的開箱同樣都要感謝我們的Loji爸爸 這次開箱就是他們跟KDA合作的禮盒 好了,那我們現在開來看看是怎樣 這個禮盒真的超有心的 你一打開,你還沒看到產品那一刻 它已經還原KDA舞台的感覺給你們 超美啊 我相信我的觀眾 就算可能未必是打開LL 或者Wire Reef也好 如果你們這幾年都有打遊戲的話 一定有聽過KDA出的歌 這個盒子真的會擠死粉絲 超美的 KDA限量收藏禮盒003 這個箱是頭三的箱 我們先拿什麼來看呢? 耳機,好嗎? 這個是G733的耳機 我本來也是用這個款式 我就是用白色 這隻耳機本來已經有很多顏色 我沒記錯是有白色、黑色、藍色、紫色 最近好像出了一隻湖水龍 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它現在還出了KDA的版本 我們先拆開來看一看我的實物 這個就是充電線的物體 哇 我又可以換耳機了 哇,不是啊 我搞不定了 它這隻耳機是你不需要很喜歡KDA的 你也會覺得它很漂亮 哇 同樣地,這個也是一個無線的耳機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覺得我都不記得充電 我今晚開頭也要用 現在就看它這隻G50 噢! 噢! 它不單止有一隻耳機 噢! 它還有第二隻 嘩! 我以為它就是給G502 原來它還有G304 嘩! G502就是我以前用了一個很長時間的耳機 它這次是一個有線的版本 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法碼 給你可以加重的耳機 那如果大家喜歡一些聚首的耳機的話 這隻會比較適合 但是如果你喜歡比較輕一點 還有沒有線的 它這裡還有一隻G304 這隻耳機的DPI 就可以去到晚二 同樣地 大家都不需要擔心電池的問題 除非你是那些整個星期都不充電的人 那我就會建議你買一張PowerPlay 然後現在我就插一隻G304出去看看 其實它這個真的做得很有心思 大家實際價錢我都不太記得了 但是我沒有記錯 G304這隻無線KDA版本的Mouse 而且好像不用不夠 好了 剛剛才開完耳機 開完Mouse 最後就來到這個Keyboard了 超美的 不說那麼多廢話 先開了 剪片的時候一定會後悔 不停聽到自己在那裡說話話 我可能未試過開箱 是會開到一種 擦禮物的感覺 那這次呢 就是一個短板的Keyboard 就不會旁邊有個數字顯負 那樣的 它裡面用的那個機械軸 就是GX茶軸 茶軸就是相對有手感得來 但是又不會太吵的一個機械軸 相對上是會比較fit 大部分 站在一個外貿貼的角度來說 真的很難抵抗這個東西 好了 這個箱的東西就開箱完 但是 沒有完的 因為它們還有一張Mouse Pack 如果大家本身都在用一個型號的東西 又可能不想换著 但是又是KTA的粉絲的話 那你可以看看這張滑鼠字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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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是會遮蓋著我的人的 在這裡啊大家 明顯大家這張是一張超大的Mouse Pack 就不是那些 正正方方就是給你擺的Mouse Pack 那這張Mouse Pack 是可以focus在你整張的電腦桌 我決定現在拿去收拾位 看看拿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看到它們這樣整套搭起來 就會有滿足感 好啦 那這次呢 Logita和KD合作的開箱都來到這裡了 好多謝大家的收看 現在大家都對我剛剛才開箱的有興趣呢 現在官網就在做不同的因為 大家錢可以在找 這些合作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下面info box那邊看看 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like、share、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做優惠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